中美俄罗斯有良好的活着的经济基础 华为在俄罗斯发展了15年 也基本成了俄罗斯的社会公民 在普吉利领导下 俄罗斯的未来更加辉煌 中美的活着发展也出现了一个黄金式气候 我们珍惜这个机会 我们将按照俄罗斯国家发展大纲 加大对俄罗斯投资 发展电子信息产业 电子信息产业未来的发展 关键对于网络的空间技术 这就是继定义空间之后的新的战略领地 所不同的网络空间的竞争 不可能采用占领的方式 形成封闭的领地 开放是网络的根本 华为将移除俄罗斯的优势 技术加大联法及工业投入 为俄罗斯成为领先的创新大国贡献力量 我们要应用信息的有用度来造福人类 要正确地积极的态度面对信息的泛滥 而不要一味视之以为洪水猛兽 未来三十到五十年的社会发展速度 会大大地超越人类社会五千年 国国在这个时期是比速度 比质量 比民旧文化数字进步 没有网络技术的大幅度进步 就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 对于海啸时的增长的信息 应以输为主 以输道为主 人类没有可能建立起一个绝对安全的信息防波体 以游许信息像福尔加河 亚马森河的河水一样 安全地在河堤内流淌 信息技术的进步速度 奄奄大陆安全防卫能力的进步 信息洪水将翻过齐霸 泛滥成山是随时可能 而且防不胜防 信息洪水像2012年的电影一样的超级泛滥 而且是永不消退的 尽管再建起更高更厚的第二道 第三道的防波体 机会一次次比信息厌没 我们的任务是建立起 比福尔加河还要出的信息管道 以至比太平洋还要出的管道 不尽其来输导人们的交流 以传输 信息的特质就是开放 我们只能应识力大 来疏通人们的交流 以传输 在信息泛滥速度 也超过防卫技术进步的时候 整个行业都面临着如何是信息安全的难题 网络安全是整个行业共同的命题 我们要积极地共同面对 俄罗斯有强大的近视工业基础 有着丰富的智慧资产 以及庞大的受过良好基础教育的高等教育的人才 在这基础上 发展信息产业有独特的优势 未来的发展潜力极大 华为公司作为一张信息与通信产业 脊柱病毒的高国际产业 一直致力于打造和谐的商业环境 坚持本土经营 构建本地系统建设 本地制造本地链法的完整产链链 极大地推动了俄罗斯电信市场的发展 培养了大批电信链的本地化人才 大幅提升了俄罗斯电信链的能力和整体竞争力 华为将技术扎根在美丽的俄罗斯 坚持本土化经营 加大投资 为俄罗斯的信义产业的大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